那我想也有可能是蘋果故意這樣子操作啊 以目前iPhone 15 15 Plus 的規格看起來 其實可能沒有什麼競爭力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爸 相信有蠻多人都在觀望iPhone 15的後續規格啊 然後一直四四沒有買iPhone 14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下iPhone 15它最新的爆料資料 那麼首先最明顯的就是它的外觀設計 這一次的iPhone 15它的螢幕邊框呢 將會變得更細啊 讓我們螢幕可視範圍呢可以變得更大 那跟iPhone 14比較起來的話呢 大致上就如同大家畫面上面看到的 iPhone 15的話是1.55mm 那iPhone 14的話是2.17mm 整個視覺上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iPhone 15的邊框變得更加細緻啊 而且還可以看到跟其他品牌手機比較起來 iPhone 15還是最細最窄的 非常有可能打破其他手機最窄螢幕邊框的紀錄哦 那我覺得它整體來說 跟iPhone 14比較起來的話呢 iPhone 15的邊框會更加細緻更精美 然後可視範圍也變更大 它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就好像我們的Apple Watch 7跟8一樣 機身的體積大小不變 但是螢幕的可視範圍往邊框更加推進 看起來就會更加滿版啊 這樣子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就可以讓我們在觀看影片啊 或者是追劇 甚至是玩電競水遊啊 那個可視範圍會更加的廣闊 給我們在視覺上有更棒的享受哦 而且這次iPhone 15雖然螢幕邊框變得更細了 卻沒有因此來犧牲讓體積變大 一樣會推出四種規格 分別是6.1吋的iPhone 15跟iPhone 15 Pro 以及6.7吋的iPhone 15 Plus跟iPhone 15 Pro Max 而且這次四個規格呢 螢幕上的動態導就不會局限於iPhone 15 Pro才擁有 Apple將會讓iPhone 15全系列機型都擁有動態導 那比較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只有iPhone 15 Pro系列才可以擁有120Hz的Promotion螢幕 讓它可以來使用LD水顯功能 不過說實在的這個水顯功能呢 我的iPhone 14 Pro Max也幾乎是沒有在利用啊 但是那個120Hz的流暢度就真的非常棒哦 不論是我們在華攝群啊 玩遊戲或者是看影片 那些高幀數的遊戲場景啊 以及影片畫面所呈現的流暢度 那個視覺上呢 還是非常明顯可以感受出來哦 這也是這次iPhone 14 Pro Max 如果你覺得太貴啊 然後用不到動態導的話 大家都會非常推去買到iPhone 13 Pro Max就好啊 因為13 Pro Max就擁有Promotion螢幕 而且入手價格還會更低更親民 那這次的話如果你真的是不想要瀏海啊 單純是想要擁有動態導的話 但是在14的時候因為Pro系列太貴買不下手的話 iPhone 15入門兩款 15跟15 Plus就可以考慮來入手哦 那再來iPhone 15另外一個重點特色就是在於 它兩邊的按鍵啊 將會改成固態式的按鈕 從最新外媒泄露出的iPhone 15 ProC的資料呢 就好像iPhone 7開始那種固態Home鍵的效果 有沒有非常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原本的音量按鍵呢 是分離式的有上下兩鍵 那改成固態式的話就變成一體式的音量按鍵模組了 而且消息指出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原本的實體經營按鈕 其實這個按鈕從iPhone 5開始使用就覺得還蠻好用的啊 平時開會或者是看電影需要切換經營啊 直接把它切過去非常的直覺 但是這次iPhone 15呢就會變成不一樣了哦 將會把這個實體的經營按鈕呢 變成按壓的結構那這樣子iPhone 15側邊的按鍵看起來就更加的一體 然後也更美觀了 我個人覺得iPhone 15把側邊按鈕改成固態式的可能大家還需要適應一陣子 就好像iPhone 7當年推出固態式的Home鍵 以及把Home鍵拿掉變成下滑上去的iPhone X 在使用的操作上呢難免都會有一段時間覺得不適應啊 不過我相信會這樣子的來設計一定有它的道理啊 就好像把Home鍵拿掉雖然使用不習慣 但是在使用一陣子之後反而覺得這樣子滑上去非常的方便也很快速 所以新的東西呢我們稍微適應一陣子啊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覺得那樣子看起來會更加美觀啊 那再來重點來囉 之前大家討論的飛飛羊的iPhone充電孔 是不是會從Lightning變成Type-C 從最新的iPhone 15 Pro的CAD圖呢 可以看到iPhone 15底部將會有明顯的變化 確定下方的充電孔會改成Type-C 然後捨棄原本的Lightning傳輸 那這個iPhone 15雖然改成Type-C孔呢 有另外一個消息提到 我們要給iPhone 15來使用的Type-C充電線 可能還是要通過MFI認證 才能解放它的高速傳輸 那如果沒有MFI認證的話 說不定會有更常的情況就是你的iPhone 15設備不支援 然後那條線就不能使用了 但是這個消息從後來多放了查證之後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目前的MacBook啊iPad 也都是使用Type-C的規格啊 但卻沒有看到MFI認證的Type-C的線 所以國外分析師也提出 這次Apple給iPhone 15的Type-C充電線呢 應該是沒有什麼理由需要MFI認證啊 那再來這次的Type-C孔呢 將會讓iPhone 15 Pro系列 獨特來擁有更高的規格 也就是3x3等級的傳輸速率 那我們iPhone 15 Pro可以擁有每秒40GB的高速傳輸 這也是因應了iPhone加入了Pro X影片格式 以及Pro Road的照片檔 帶給了我們更專業的照片拍攝、影片錄影 也有寬容度更大的後置空間 我們都知道從Apple的幾個廣告影片中看出來 使用iPhone來拍攝影片啊 它的效果啊、穩定度啊都算是蠻好的 但是缺點就是那個檔案會非常大 所以如果有3x3的傳輸速率呢 那我們拍攝好的影片傳輸到電腦裡面 就可以讓我們節省非常多的作業時間喔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改成Type-C最大的重點 還是在於我們外出充電設備的攜帶上 可以更加的統一減變 比如說像之前需要帶Lightning 又需要拿Type-C的線 讓我們的MacBook、iPad、iPhone才能來一起充電 感覺上就是比較麻煩一點啊 所以這次iPhone 15的充電孔呢 改成Type-C啊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重點特色喔 那再來就是iPhone 15在整體的效能上呢 這次的晶片將會採用到3nm製程的A17仿生晶片 效能提升的幅度一如往常大概是10-15% 那在功耗的部分有比較顯著的成長啊 降低了30%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這次A17仿生晶片 只會讓iPhone 15 Pro跟Pro Max擁有 那入門的iPhone 15跟15 Plus的話 將會採用iPhone 14 Pro系列的S6仿生晶片 這個部分我覺得算是蠻奇特也蠻討厭的一個策略啊 其實Apple只要讓iPhone 15全系列四台呢 都擁有A17仿生晶片 我們就可以只要從螢幕 需不需要Promotion螢幕 然後鏡頭拍攝上需不需要那麼強的鏡頭模組 再來是機身用料的不同啊 取消前我需要的機種就可以了 那如果分成入門兩款A16晶片跟高階的A17晶片兩款 這樣子的操作就會讓人家難免去想買上一代的Pro系列 畢竟上一代的Pro系列已經出了一年了嘛 那它的降價幅度呢可能一萬左右 跟最新的iPhone 15、15 Plus比起來可能價位相當 那一樣是使用A16仿生晶片的14Pro跟15入門款 再怎麼選當然也是會選14Pro啊 那我想有可能是蘋果故意這樣子操作啊 就可以讓每一次新推出的iPhone跟上一代iPhone可以同時來熱銷 也算是蠻厲害的一個手段啊 那最後要說的就是iPhone 15預計售價 這一次是15Pro跟Pro Max 據日本知名的蘋果分析師指出 這一次的15Pro系列呢將會比較有明顯的漲幅 要拉開跟iPhone 15、15 Plus之間的售價差距 讓iPhone 15 Pro Pro Max定位為更專業的機種 那也可以讓15、15 Plus可以有比較好的銷售量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看當時15、15 Plus的售價 如果還是跟iPhone 14 Pro系列降幅之後的售價差不多的話呢 以目前iPhone 15、15 Plus的規格看起來 其實可能沒有什麼競爭力啊 那我們說回來這次的iPhone 15 Pro跟Pro Max的售價也將會更貴啊 這樣子大家會買得下手嗎? 有更細的螢幕邊框 然後3A米製程的S7仿生晶片 傳輸速率更快的36Bus 3 Type-C孔 那機身的話如同報導消息指出可能會使用到太清楚的材質 就是跟Apple 19 Ultra一樣 這樣子感覺更專業的iPhone 15 Pro系列 價格如果提升一些的話 我覺得大家到時候應該可能還是會罵爆啊 但是呢到預購的當天應該還是會被秒殺啊 然後如果太晚下訂的話可能好幾個月之後才拿得到了 那我個人的話不用說一定還是會買到15 Pro Max 回來幫大家開箱啊 測試一下它的性能給大家看 所以這次iPhone 15它的發表時間應該沒有意外 還是會在今年9月份的秋季發表會 那距離發表會大概剩下半年左右的時間啊 這些關於iPhone 15的爆料資料呢 將會慢慢地扶出檯面 那準確率也大概有七八成啊 就像去年前年iPhone 13、14的爆料資料呢 通常跟實際發表的內容都不會相差太遠 那如果大家對於iPhone 15後續的最新消息也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追蹤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將最新的一手消息馬上跟大家分享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這邊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期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吃 nervous 吃 那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